首先,感谢亲爱的家人,爸爸妈妈,还有妈妈 我在蛮有爱和温暖的家庭长大 成长过程的点点滴滴,无论在品格,性格,还有待人处置上 都谢谢你们对我的教育,还有陪伴 感谢玉娟的爸爸妈妈,把这么好的女儿传给我 在这个很重要的日子,有你们同在 是我们很大的祝福,感谢今天陈来扶持的所有弟兄姊妹 谢谢你们,带我认识,找回生活的甜美喜乐 和一同经历神的恩典,和生命的往前 感谢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亲爱的同学 朋友,公司的同事 在我的生命里,陪伴我一起成长 谢谢你们在百忙中,悟空来参加我们的结婚聚会 感谢神,生命中有你们,是我最大的福气 感谢主,让我有这么开朗开明的爸爸妈妈 跟哥哥姐姐,从小在富裕匮乏,满了爱的环境长大 谢谢你们一直使我坚持的后盾,毕丰的挡弯 感谢身为的爸爸妈妈,给身为的栽培与成全 让她成为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再来要感谢在座的弟兄姊妹 谢谢你们,带我如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妹妹 你们一直使我们学习一个普世的榜样 谢谢你们来扶持今天的结婚聚会 最后感谢我在生命每个阶段遇见的好同学 好同事及好朋友们 在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里 有你们愿意到这里来祝福我们 谢谢你们的到来 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会在教会结婚 对于婚姻,我总想说随缘 虽然有憧憬,但也没有非常积极追求 两年多前,领着高峰同学和分享 我成为了基督徒 当时单纯觉得教会很丰富 所有的圣经可以认识神以外 弟兄姊妹也经常一起吃饭聊天 运动爬山,甚至一同为彼此祷告 这样的生活,吸引我逐渐融入 也开始懂得从繁忙的日常里 空出一些时间,沉淀自己 渐渐的,我感觉到教会里的家庭 虽然人不一样,但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会喜欢一起唱诗歌 读圣经,关心人,好像有一种特别的生命 让这些家都有一份温暖 在遇到工作,健康,或是其他各种挑战的时候 彼此也会用圣经的话,互相支持鼓励 用正面的态度与盼望,取代抱怨和怪罪 我问自己,如果外来人家也可以有这样的氛围 那是不是就是我所盼望的 因为这样,让我有了想在教会里成家的想法 记得在圣经里有读过 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帮助者,做他的配偶 我心里想,在人生的道路上 如果要与见一位,可以一起享受这位神 互相帮助,扶持向前的另一半 或许只有靠神,才有可能了 因此在基督问我是不是有心愿在这里成家以后 我静下心来,开始向着神祷告说 主啊,我愿意将我的婚姻奉献给你 虽然不知道你的心意,但我相信在一切事上 都会有你的安排 用我的家未来也能将你的爱,你的生命和温暖带给身边的人 这样持续祷告等待了一年多 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遇见这样一个人 过程中也会有担心和怀疑 但还是相信,以前会有他最合适的安排 是,以前的我从没有想过会成为基督徒 甚至与基督徒结婚 对于婚姻的印象就像一般人一样 相爱时结婚,没感觉就离婚 婚姻就是爱情的本目 除非为了生小孩,结婚不是一个必须选项 但自从我三年前成为基督徒 神开了我的双眼 有我看到婚姻的另一个面貌 我注意到,我注意到,活出基督的家庭 欢笑唱诗声 多过吵架抱怨声 祷告读经声,多过电视节目声 年轻到年少的弟兄姊妹 夫妻们彼此尊重,敬爱对方 珍赏对方,遇到不顺遂 互相扶持,彼此祷告,一同度过难关 除了是夫妻,也是最好的属灵伙伴 感情不会因岁月容貌失去而变淡 反而日语俱真,更加甜蜜 我打从心里羡慕这样的关系 虽然有时候也会觉得 主啊,我真是个罪人 我不配在神家里成婚 但依旧还是会悄悄的盼望 这样子的美好,能够实现在我身上 所以,我开始像主这样祷告 主啊,我希望能一直留在祢怀里 安息在祢的爱里 我愿意把我的婚姻奉献给祢 让我的家能够适待的侍奉祢 求祢为我预备适合的弟兄 我不依自己的喜好拣卷 我全然的相信祢的眼光 祢定为我预备最上好的 因为祢是那不食言的神 祢必为我负责到底 寻手祷告的过程中 也渐渐的脱离世俗的泽楼眼光 全然的把婚姻交托给神 并相信祢的安排 后来当姊妹提到 想让我与曾有一面之缘的弟兄交通看看 印象中,甚为是个严肃浓眉的人 看起来干干净净 做事细心 又会拉小提琴 想说反正只是认识没关系 祷告后也蛮平安的 就同意 与身为英雄见面交通互相了解 第一次遇到玉田姊妹 是在一场教会的家庭聚会里面 对她的印象就是美丽又有气质 谈话大方自在 经过自我介绍之后 我得知她也在台北长大 对她初步的认识就是很有想法 又能够独立的新时代人性 但又好像很严格 在两次之后就没有再见过面 而且心里已经有她的影子 不知不觉就在这样忙碌的生活中 过了一年多 我依然持续为了婚姻 祷告神 等候神的安排 去年 潘弟兄与真好弟兄 再度与我投入到婚姻的事 我经历到神的奇妙 珍惜超过我所求所想 他们介绍的 竟然就是这一位 一年多前见过一面的姊妹 我怀着紧张的心向着神祷告 如果这真是她所为我所安排的 那我就带着欢喜与期待的心接受 我现在所有人活在祷告里感到安静与信心 也告诉自己一切有神同在 我们第一次这次见面那天 其实心里面蛮紧张的 虽然期待 但有一点不太自然 还记得一分第一话 第一句话就跟我说 弟兄要主动一点 谢谢 那再来 我还在想着 应该要怎么主动一点的时候 弟兄已经用她的箭坛开开了 化解了我的紧张和尴尬 于是我们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 对每次我讲也要主动一点 就变得都是我是主动的人 那其实第一次见面啊 盛围我就发现到她紧张 紧张到四肢讲也长得很棒 静怡姐跟潘妈 为了让我对她有好的印象 一只夸赞弟兄的优点 是很贵作家事 关心得很干净 很很顺服等等 当时我心里想说 天哪这个优脸太好笑了 虽然是个愤濁又好笑的会面 但当时就觉得这个腼腆害臭的女生 很有趣又可爱 在聊天的过程里面 我感受到 因为子备有很多人欣赏的优点 她擅长很多球类运动 相较于有一点肢体不协调的我灵活很多 又曾经为了梦想自己存钱 然后勇敢到国外变出圆梦 成为基督徒之后 她在教会愿意花时间陪伴儿童青少年成长 刚开始的时候 我对属灵追求叫没有兴趣 她也没有批评我 只问我有没有心愿慢慢往前 温柔但是坚定的 跟我说 基督徒的婚姻就是为着两个人能够一起服侍主 也鼓励我这其中的喜乐与祝福一定超过我们的桌下 也想跟我分享她读圣经 预备青少年课程的心得 对我来说她就好像属灵的优生 我个心上有很多互补的地方 我比较多求善感 不懂拒绝别人说出自己的想法 她比较活敢做自己 常常帮助我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抓到重点 有一次我们在电话里 甚至玩起角色扮演 练习如何拒绝别人的方法 让我心理由心 在这场生活里 不管是职场上 与同事互动的状况 彼此教会生活的情形 家人配合以及个人兴趣 都是我们交流的话题 因着生活背景不同 总会有许多有趣的讨论和火花 比如她会训练她的国外客人 不可以太早下单 或者是要按照她的SOP 不然她就不接单 或者是教书客人 这完成颠覆我对业务 这种顾客制上的认识 在坚持自己的原则上 她真是很好的帮助者 我们认识了一阵子以后 我就发现身为是个单纯的老实人 常做出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趣事 像是我曾经暗示她应该要送我花 结果她送了我十连花盆栽 然后就交的跟我说 这个耐放又可以泡茶 结果我拿去公司养肺长虫 小的活副照顾的优也不适 优也不适 或者是我跟她说 欸我天气冷了 我想喝加茶 结果她送了我两大罐 三年也喝不完的老姜片 因为不知道去哪里约会 刚认识的前两个月 每周都约我去咖啡厅聊天 聊到我快睡着 或不知道要讲什么 她依旧自说自话讲得很开心 这段过程中 有一件事情让我感想深刻 今年一月有青少年满的特会活动 但其中一天 刚好和姊妹公司的尾牙撞起 原本尾牙应该是公司的年度盛世 对市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场合 但姊妹因着她对所服侍青少年的关心 经过祷告后决定放弃参加公司尾牙 而去特会 让我们欣赏她这份对青少年们的心愿 那我也发现 盛维是一个守承诺的人 她因着之前答应我 每天睡前要通电话 分享生活或互相关心 所以她即使工作忙碌到晚上10点 她都会履行承诺打电话给我 一次与弟兄聊了快两个小时 我才知道她刚拔完牙 即使人都不舒服 也愿意忍得痛跟我说话 是她的真诚跟真心 让我们全心的信赖她 渐渐的我也发现 甚为很善良温柔 母亲节她会主动提议送我妈妈蛋糕 她会为了生命的孩童祷告 也会主动去陪伴陷入低潮的朋友 珍惜关切身边的每一个人 把温暖跟福音带给她认识或不认识的人 我想她就像马太福音里说的 国度的子民要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 我想要把握生命里的这道光 一同与她走在神奇悦的路上 是她让我相信 那个曾经打动我的美好会实现 那就往过程里面 我们也会有争吵的时候 但因此我渐渐练习 就算有冲突 也要试着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 这个过程会总是习惯忍耐 或说服自己妥协的我来说 并不容易 确实是这一年多来 对我而言很重要的成长 但妈妈和静怡子内 常常关心我们 提醒我们要共同的追求或祷告 不一定是为着特别的目的 而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彼此可以更清楚对方的状况 也一起寻求我们对于婚姻的画面 以及未来生活的愿景 感谢神让玉琛姊妹 到很多不足的地方 陪伴我提醒我 让我真的遇见 能够互相提醒 支持 承受生命之恩的礼拜 阿们 我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个性豪迈又大辣辣 想什么做什么 话很多又很闹 然后低胸式的害羞 想很多 内恋认真的人 我们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人 所以在交往的过程中 有时候也不禁怀疑 这个低胸真的是对的吗 甚至到我们结婚登记 当天 我突然害怕结束自由的单身生活 一步的退却 在乎这事务所门口归缩 不想进去 对但是 感谢主圣委没有批判 他也没有谴责 只在旁边倾听我的感受 陪着我祷告 重新回到神面前 并对我说 如果我今天跑走了 他会努力把我追回来 是他坚定的信心 给我极大的安定感 是他换回我决定交往的初衷 赶走了那些无谓的紧张和害怕 回想交往初期 我觉得他没有认真的在读经 跟追求真理 有一些懒惰的借口 后来变成是我工作忙 没有空读善经 他反而对真理很渴慕 所以我之前的批判 都结结实实的打了我自己的脸 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帮助者 做他的配偶 所以神造了夏娃完全的养当 感谢神 为我寻得了一个最适合我的帮助者 让我看到自己的渺小跟不足 感谢主安排这么好的丈夫 能与我一起承受生命之恩 一同扶持所谓的圣者 感谢神的脸和弟兄姊妹 一路的扶持帮助 让我们能够在主品建立家庭 愿我们的家 能够会打开 做福音的出口 接待人 勿养人 让神的生命流淌在我们家 让基督纳阔 扛高生命超越一切的丰富 做我们的平安和享受 愿我们踏实向前 在生活里活出神的见证 以神的话和智慧 做我们带人处世的基石 为着福音的负担一同佩搭 即使遇到环境或挑战 也彼此不吃 为神温暖更多的人 圣经约翰一书里说到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愿我们的家 也能永留这样的大爱 阿们 阿们 我们的家 要打开 做福音的出口 在生活中 活出神的见证 并将神的名和爱 传给我们身边的人 让祂的话 温暖更多人 扩大祂的身体 我们愿意一同配搭 成为彼此的帮助者 软弱的时候 互相扶持一起往前 以基督居首位 以神家的事为念